嗨大家好 今天要來做這個 牛肌 不過是法式的牛肌 我想就是很多人都 知道牛肌這東西是算義大利料理裡面 還蠻 蠻有名的幾道菜 這個麵餃 馬鈴薯麵疙瘩 那今天我比較特別一點 這個是偏法式的 那他的原料裡面 一顆馬鈴薯都沒有 這是非常特別的一個地方 那一開始我先快速的帶過這個備料過程 就是剛剛材料表裡面的這個香草的部分 都全部把它切碎 那小細節就是可以看到 我在切碎這個香草的時候 還是一樣用這個有點滑動的這個 這個手勢去切這個香草 因為如果你用這種垂直往下壓的這個力道去 剁這個香草 香草很容易就是被擠壓出過多的水分 那你的香草就會變得 那這個香草碎就會變得有點濕濕的 糊糊的 包含切這個蝦翼蔥 或者是青蔥的時候也是一樣的 然後都是要用這個用滑刀的這個方式去切這些 葉菜類的東西 才不會把這個過多的汁液擠壓出來 那還有刀子也是要夠鋒利 這是一定的啦 那這個法式牛肌這種東西啊 他最特別的就是 他一開始是要先製作一個 跟我們在做泡芙一樣的這個麵團 這個patechew 那 就是先把材料中的水奶油加熱到這個奶油融化 看到奶油融化開始有冒泡之後 就把麵粉全部都加入 然後就是開始不斷的去拌 這一個步驟 我相信有烤過 西餐正照 我個人是沒烤過 但是我知道西餐正照會有烤泡芙 那不論是有烤過西餐正照 或是有接觸過烘焙 就是有做過泡芙的人 我想可能都比我還熟悉這一個流程 就是炒這個麵糊 那這個麵糊就是當然是炒到這個麵粉 完全跟這個水奶油都混合在一起 那你不會看到任何的麵粉顆粒 然後就要開始不斷的去拌炒 那在這邊的火力你要控制好 不能太低 但是又不能太高讓它焦掉 那會炒到它 一開始會有黏鍋的狀態 那就是會炒到它 你在翻動的時候 不會再有東西黏在鍋子裡 但同時又不會出油 因為你炒太久 溫度太高 它會 那個麵糊你的油份又會被弄出來 所以 這部分就是可能是稍微比較有一點 複雜的地方啦 大概最難的就是這個地方而已 那剛才這個麵糊炒好之後 就可以把剩下所有的材料都 倒到攪拌缸裡面 那實際上比較理想的做法 是香草在最後的時候再加啦 這個麵糊顏色會比較漂亮 那因為今天這個也是一樣 比較偏居家 我個人都是比較懶惰 全部東西直接全部加進去 然後這個步驟就是跟做泡芙也是一樣啊 就是 麵糊邊攪拌 然後分次的加入這個蛋 蛋你不要一次全下 蛋就真的是要一次一顆一顆的下 把這個麵糊打到用刮刀弄起來之後 它是又會用一個非常緩慢的 倒三角的方式流下來 它還是會流 但是非常非常的慢 那 然後同時這個麵糊是很黏的狀態 那就是完成了 然後呢在這個麵糊完成之後 就可以把麵糊放到擠花袋裡面 但是因為這個時候麵糊比較熱啊 就是它待會擠出來會比較有點太軟 不好 比較不好操作 所以通常呢擠到擠花袋裡面之後 你可以把它放冰箱或是放室溫 總之就是要讓它等到它稍微有點偏室溫的時候 我們再來進行下一個階段的操作 會比較好操作一些 所以如果有人在問什麼是法式的妞妞的時候 我都會說它就是 乾煎泡芙 因為它說真的製作的原理跟 呈現的東西 就是泡芙跟泡芙真的很像 它是鹹石版的這樣子 好那在這個麵糰 讓它放涼的過程呢 我這邊起了一鍋水 你可以用刀背或者是用刮刀 來分切這個麵糰 就是把它擠進水裡 我個人很喜歡用這個方式 就是綁這個棉繩 把綁在鍋子上 然後就當作一個刀片 我只要用這個擠花袋來回的去切割 讓它自然的掉到水裡就好 那這個水的要點就是你要讓它微滾但是不能大滾 因為如果你沒有到微滾 那溫度不夠高你的麵糰煮不熟 那如果你大滾的話你的麵糰很有可能會 下去直接滑掉或者是就是煮到過膨爆裂 煮這個部分就是跟下水角很像煮到它這個浮起來 然後你可以試試一下 裡面有熟透 那就可以把它撈起來 放在這個盤子上面讓它放涼 對這個比較特別的是它的做工比較多道 你撈起來 煮熟之後你還要先撈起來放涼 你還不能直接拿來炒 你要先放涼之後 它表面會比較有點乾 表面稍微有點乾燥之後 我們才能再來 進行 煎炒的這個部分 好這邊 就是起一個 鍋子 熱鍋之後加入油 那油也是要讓它夠熱再加入這個Nyogi 因為如果油不夠熱就加入這個Nyogi的話 它會很有 一定的機率會黏鍋 那 這個Nyogi 我個人 覺得在居家的時候 很適合拿來做一個清冰箱料理 因為基本上它非常的百搭 那把這個Nyogi 煎到 上色之後 就可以加入 任何你喜歡的料 你想要的料 不論是蔬菜或是肉類 基本上以我今天的影片示範 是把一些冰箱的剩菜 把它倒進來炒一炒 因為基本上它就是一個 澱粉的主汁 所以你要配任何的 佐料 都是完全沒有任何的問題的 它就有點像麵一樣 你可以想像成炒麵 你想要用成蔬菜 用成肉 肉食版本的 都是沒有任何問題的 那就只是插在說它是 發餐 所以 在裡面呢 會再加入一些奶油 然後一樣 調味調味成你喜歡的 這個口味 那今天這個Nyogi 因為它是法式的 其實如果上YouTube 去搜尋 可以看到我的老闆 Thomas Keller 它也有示範 這個Nyogi的做法 那以我們公司來講 其實Nyogi 一樣有兩種 那一樣一個就是 一個就是我今天示範的 這種法式Nyogi 那一樣也有 傳統意識的Nyogi 就是有使用馬鈴薯去做 這部分的 版本的話 我們就之後再來 有時間我再來拍影片 今天這個法式Nyogi的話 它的 口感比較特別就是 它在煎過之後 因為就像我講的 它就是很像泡芙 雖然它的口感會是一個外面有一點點脆脆 然後 咬下去就是外面最一層脆 然後咬進去之後就是蓬鬆 然後在裡面會變軟 就是它的口感還蠻多層次的 這是一個非常大的差別 真的就是很像在吃一個 鹹食的泡芙 有點類似 那義式的Nyogi大家都知道就是非常的軟 因為它就是大量的馬鈴薯跟起司 那它就是個從外道裡都是很軟的這個口感 那今天這個法式Nyogi則是 會從脆到軟 就是比較多層次的一個口感 那這是一個最大的差別 好的 這個Nyogi 全部跟料炒一炒之後就可以上桌啦 那 這就是今天的法式Nyogi的影片 我們下支影片見囉 拜拜 我們下支影片見囉 現在我們下支影片見囉 我們下支影片 View 有關於是 需要點操作 我們下支影片見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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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伯母 伯母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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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